有些人出门带女友 有些人出门带女友的碎尸 这是2012年 发生在河南三地的一起抛尸案 只因女友不听话 男友将其碎成八段 头颅丢在新正 躯干丢在行阳 下肢丢在甲县 什么叫死无全尸 这就是 小带啊 他把这个尸体啊 打蟹麻棍 这个把腿啊 这个扔在了甲县 把这个 头啊 扔在了新正 把这个躯干啊 扔在了行阳 2012年9月26日下午4点 河南甲县汽车站 清洁工老王在打扫卫生室 发现厕所门口 有一个红色的胯包 起初 他并未在意 只以为某个旅客去上厕所 将胯包留在了门口 直到一个小时后 包还在原处 还有红色的液体 从里面流出来 老王的好奇心被勾起了 他要年轻了 大概一收 一条腿 包里居然有两条新鲜的人腿 小王被吓得够跳 赶忙拨通了报警电话 很快 当地警方赶到案发现场 经法医现场尸检 死者为女性 死亡时间不超过48小时 其身高1米60左右 年龄30岁上下 其体型偏胖 光两条腿 就有48斤 与众多岁失案一样 当下 确定死者身份 成为了警方 侦破此案的第一步 与众多碎尸案不一样的事 当下 警方也只有这两截人腿 他们不具备辨认价值 思前想后 警方决定 先从找到抛尸人开始 因案发时间 临近十一 近站旅客 都要过层层安检 警方认为 抛尸人 大概率是从外地乘车 直接进入汽车站的 过安检他避避 推测无误 后 根据小王提到的下午3点38分 他第一次进入卫生间 未看到红色跨包 4点05分 再进卫生间 看到了红色跨包 警方将抛尸时间 定在了这区间 后 在汽车站为数不多的两部监控中 警方看到嫌疑人的大概轮廓了 下午3点30分左右 一辆由郑州驶来的巴士 进入甲县汽车站 一年约40的中年男子一个下车 第一个从行李箱中翻找行李 他找的就是抛尸用的跨包 下午3点48分 他进入厕所 两分钟后 他走出厕所 此时 他肩上的跨包已经不见了 做完这一切后 他不慌不忙的走出汽车站 当天下午 拿着嫌疑人的画像 警方开始在车站周遭进行走访 说在安排部署过程中 发现这个沿街的这个路点啊 商店啊 厂啊 包括摩迪啊 进入排查 在这个时间感上还真好 排查到了这个一个这个任务司机 眼前的这个男子 就是警方找到的摩迪司机 据其反应 当时 男子上车后 直奔甲县一临时长途汽车点 这个汽车点 只有回郑州的大巴车 还是在当天 据当时该男子乘坐的大巴车司机回忆 该男子的上车点 是在郑州南郊转盘一超市门口 他对该男子印象极其深刻 一来是 当时 他看男子扛的行李箱有点重 他想帮忙 男子拒绝了 二来是 上车之后 到许昌的时候吧 他要下车 高速上下车 但是车在高速上都没法下嘛 就一直坐到夹线才下车 无疑 郑州就是该男子的藏身之地 协查通报发往郑州 第三天 郑州附近的行阳发回通报 在一工地搭建的临时厕所下 义工人发现一个包裹 包裹里 有被碎成很多块的人体碎尸 后 经DNA比对 和甲县汽车站碎尸为同一人 我们这边立即组织人员跟市局省听汇报以后了 赶到郑州 对乱发的这种坐车的地点周围 进行走访 排查 询问 在郑州警方的配合下 通过这个社会监控 通过这个治安监控 社会监控 最终根据 后 以男子上车点方圆五公里为范围 警方开始走访调查 很快 他们就获悉了一条指向性线索 一出租车司机告诉警方 当时是他在该男子到这个上车点的 他是从郑州西郊中原区的新庄村上的车 与此同时 另一侦查小组 找到了该男子从甲县回郑州的大巴车 现在车辆都配了有这个GPS平位系统 抓牌系统 他就是 大概在雨线警令的时候 他坐这个班车 大概雨线警令的时候 抓牌到了一张 这个嫌疑人的图片 经比对 但男子就是嫌疑人 刚好这个由嫌疑人 正在用一个败色的手机打电话 这张照片 根据他当时有通话 这个这样的情况 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嫌疑号码 根据通话时间 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号码 根据号码 警方又确定了他的活动范围 正是中原区的新庄村 重合了 离破案不远了 最后排他到一栋楼的时候 有群众反应 跟这个照片上的这个男子比较相细 在救我30号码上 把这个男子给抓到 王高伟现年38岁 中年39岁 河南贾县人 在此之前 王高伟曾两次入狱 案发前三个月才刑满释放 从其口中 警方获悉了死者的身份 小玲28岁 周口浮沟县人 在郑州从事不正当行业 她的女朋友 她之所以杀小玲 动机很简单 小玲问她要钱 一张口就是三万 她刚出狱 口袋里只有四千 别不了 但是小玲不愿 不愿就不愿 还说了一些威胁她的话 她头脑一发热 就用羊脚锤给小玲锤死了 锤死后 为了掩盖罪行 也因为小玲的体重 直逼两百斤 没有办法 她只能分尸 不日 在王高伟的指认下 在新正义臭水沟里 警方找到了小玲的头部 当时实际上 所有人都讲运动 实际上违约 他们要多少钱 要三万 当时你说 没有那么多钱 后来她怎么说的 当然我说没那么多钱 我搞成年了